一镜到底聊一个简单的新车 大家看一下我跟老摄像小柱之间的镜头配合 今天聊这个新车就是全新的保时捷卡焰的苦配车型 当然这个不是标准版的卡焰 但是它具有代表性的是2.0T插混版本的苦配卡焰 所以咱们今天就来看看这些老牌的超花花品牌 它如今在新能源各种各样的厂家冲击的情况下 坐的五座的偏年轻的将近5米级别的 这样来SUV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水平 OK随着镜头我们一边往后走 一边聊一圈这个车的基本参数配置 4米93的车长 这个车长将近于5米 2.0T的纵制的发动机不是横置的 纵制发动机后面串了个100千瓦的P2电机 这个P2电机跟发动机一起 它俩中间是有一个离合器片 可以摘开跟发动机的连接 变成纯电的形式 再往后把动力给到8AT的变速箱 再往后把动力给到分动箱 然后分动箱把动力往后传往前传 所以它是个全十四驱的结构 这个结构还是很有意思的 毕竟你花100万的价格 如今在买一个SUV还是两驱的 就有点说不过去了 它跟一般的新能源的车还不太一样 因为新能源的车要么是单电机 要么是前后双电机 它这个结构还是偏古典一点 汽油结构 毕竟是串了个P2的电机 再把动力都是机械的传输给前后桥 所以你也就不用担心某些的极限工况情况下 什么前后电机过热 退磁这一系列的问题跟玩法了 当然了这些问题在 现在新能源车上也不是太大问题 对于能源解决差不多了 电池容量方面 2.0T插捆版本 厂家没有提供数据 怎么问也不知道 我们也查不到 但是3.0T的插捆版本 我们可以查到电池是26度 所以我猜测这2.0T的插捆版本 电池有可能是十几大度 或者是26度 这两种选择 不太可能比3.0T的插捆电池容量还大 对吧 因为毕竟档次在那摆着呢 那这个车自己最大的一个精髓 就是这个溜背 因为这个溜背直接溜下来之后 后面有个小压翼在这个位置 在正侧能看出这个小压翼的感觉 包括这块呢 也是有一个溜背上的后扰溜板 让这个车的整体来说 跟标准版的 这个直过来的卡验 是完全不同的两种定位 那个还是定位偏家庭风格一点 另外价格也比较便宜 这个车速车90多万 我这辆全选下来的120多万的价格 所以在这个价位区间里面 这个小溜背的很性感的尾巴 让这个车的受众 就会比标准版卡验要窄 因为毕竟买起来的话 这个很凝后围箱空间 跟头部空间 并不像标准卡验 那么适合家用 所以我觉得它比较适合 那些的没生孩子的小姑娘 需要一个相对SUV 这样的高一点的底盘 带来更好的安全感 及那些的刚生了孩子 带一个孩子经常出门的 这些的小辣妈 包括像我这样的年轻男孩子 这样的感觉 OK 然后咱们再把这个侧面的 有些的想到的配置说一下 这个轮子是选装 22寸的轮子 选装费用得4万多块钱 那你觉得这个4万多块钱 这是一个很标准的 保时捷的轮子的感觉 我觉得4万多块钱 花的比较一般 然后这里面的前6活塞 后4活塞的卡钱是标配的 它现在配的是前285 后315的轮子 这跟我夫人卡燕 抬看不好意思 跟我夫人抬看是一个模式 然后咱们把视线回到了前面 前面还有几个地方说 首先比较尖的嘴 但是又不是那种尖嘴猴三的感觉 所以我觉得现在新卡燕的前脸 我认为和谐度 及像保时捷这么多年 慢慢变化的外观来说的话 还是有一定的变化变识度的 尤其是现在大灯 因为很多的车大灯 它做的现在新能源都是个咪咪眼 然后分体式大灯 把大灯搁在了底下的位置 对吧 如今搁在了底上 大灯的车越来越少 但是大灯 我觉得还是有很多的一个眼睛的感觉 你得有一个注视感 我们看车像看人一样 你的眼睛有点看 所以我一直并不太适合 或者适应那种的小咪咪眼 底下搁个大灯 我不知道我哪看 看它的话就知道了 另外这个大灯是我十分推荐的高像素 或者是超高像素的矩阵 矩和多光束大灯 它就可以实现把远处够亮 把人流出来 什么这一系列的操作 像素的密度还是非常非常的高的 所以这个大灯 是我认为保时捷的配置里 最值得去选装的 只不过它是隶属于一个11万的选装包 这里面包括你可以从普通的矩阵大灯 升级成为刚才我说的超高像素的矩阵大灯 另外包括像是Bose的音响系统 像是电吸门 像是主架的座椅通风按摩 这些都属于是11万的升级包 电吸门这些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包虽然听起来有点贵 但是给你确实包括大灯在内 升级了很多的重要的设备 保时捷的选装都不便宜 所以该花钱还是得花的 我们看到这个前脸 我为什么说没有尖嘴猴三的感觉 是因为它这个前脸相对来说 还是比较垂直的 这并不是贼尖 这个垂直的风格会带来着 一定的中和这个尖嘴猴三的感觉 这个前脸中间这个格栅里面 凸起这个确实有点像小铲 这里面是主动比格栅的技术 因为毕竟它还是2.0T的发动机 在这里面 这个正面的状风的散热 还是很重要的 作为一个SUV 它的前面这个前脸的接近角 这块还是OK的 因为虽然它不越野 但是你的前面接近角比较好 意味着在某些极限的情况下 它前脸就不至于蹭上 因为毕竟有的时候有上个马路牙子 什么之类的 另外刚才说了轮子的配置 它这车是标配了双枪双繁的空气悬架 这个还是非常不错 双繁意味着它就可以把压缩跟回弹单独调节 另外空气悬架高低跟软硬 都是可以进行一个变化的 搁在价位来标配 其实你细想想也卖不便宜了 对吧 速车90多万 你全选下来120多万 搁在如今120多万 给你标配了空气悬架 这没什么可说的 保时捷的空气悬架还是非常棒的 我富人台看的三枪空气悬架 虽然最新版的保时捷的车 都变成了什么单枪 什么多繁之类的 但是三枪空气悬架 我可以说绝对是买空气悬架送整车 这样的一个感觉 它的Sport Plus这个极端的情况 跟标准版的温柔情况 完全就是两个车 风格真的是完全不一样 感觉还是很有意思 前后都是多连杆的 悬架结构 我就觉得说 如果能给圈换一个样式 可能就会更加的好一点 往后看 这后面小找的版挺好 这边是它的充电口 因为毕竟是插电混动 充电口之后慢充 这个还是比较遗憾的 它电池容量再小 哪怕就十几度的话 其实配个快充 在偶尔外面一吃饭 或者说一吃什么东西 扒一怼 一会就充满了 但是这车我估计99% 家里应该是能有庄的 否则的话 买一个苦配形式的 五座的 然后这个个头的车 给一般的小姑娘 接送孩子什么之类的 还是挺奢华的 家里应该都是有庄的 OK 溜背也仙背 如果再不仙背 那就耍流氓了 这个级别的车 你再不仙背 那咋说 好 仙背打开之后 作为一个4米93的车 又是个五座 这个后备箱 理论来说应该做的很大 但是它这个后备箱的近身 其实并不是非常大 你能看到 整个还是很规整的 这个宽度 包括这边的挂着网子的耳朵空间 这些的都是比较好的 然后这边的 这是有个灯 然后这边 这是有个灯 这里面是个挂钩 对啊 然后这边是整个的舒适进入的模式 可以进行一些调节 那除此之外 其他的一些的细节配置 这块底下是有锚点的 这还都是不错的 然后看一下这 这底下是 应该是没有备胎 这个是备胎坑 不是备胎 有一些打气泵 有一些补胎液 包括这边有点 没什么太多东西 这底下利用率并不是特别的高 你看 这底下就是电池了 它的电池在这个下面 这是一大块电池 其实我要有工夫 我仔细看看 这上面应该是有容量的 好 OK 后备箱就这样 它是可以跟前面放平的 你看这个前面下沉的空间 是可以跟前面放平的 所以会形成一个大贯通空间 这个很重要 因为这样的车 很多的这些的车主 你得去打高尔夫球 得去划雪 放平的话 就可以处东西 我们现在上车 小冬开门 北京的外面 真的是实在是太冷了 好 我们现在进到车内 先不计安全带了 保时捷 整体的风格 这些年 从苔看开始 其实大家已经反复在看它的风格了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所以这里面 风格 我觉得就不用大介绍了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什么弄个屏 这都是大家现在惯有的玩法 割早年间的时候 刚苔看发的时候 这边有一个小弧面的屏 大家还觉得说挺新鲜的 什么之类的 但是现在你这种小弧面的屏 也没啥太多的新鲜了 都已经是完全的习惯了 在这里面开始凸显起来 保时捷的选装的柜了 它可能是这种双色的内饰 这边偏深一点 然后这上面 这块是浅一点 这上面另一个浅色 这个内饰选装费用四万八 哇我的天哪 然后再给你看一下这个 这边上 看见这个金边 这个叫金属女装饰 这个装饰我记得 台开上选装 整车的这个 就是箱金边 是三千多块钱 在这个车上 选装费用是六七千 就是把这几个试板 给它变成了金色 并不便宜 但是比较好的是 大家比较喜欢的 这个方向盘上 驾驶模式的这个选项 就ISC组件 这个驾驶模式选项 这个小转牌 这也是保时捷的驾驶模式的 一个精髓的东西 就是什么都没有 也得选这个 然后包括这边 这小表 对吧 这都是大家熟悉的东西 在这车上是标配 这个还不错 然后包括外面 刚才说的前六活塞 四活塞 这也是标配 也还是可以的 刚才咱们说 前面这十一万的选装包里面 就包括了前排座椅通风 前排座椅按摩 包括这个BOSE的音响系统 电信门 这一套的组合 那搁在这个车里面 其实配置搁的还不少了 因为就经常 你这些豪华品面 到现在 大家心里还不是特别有数 你买个一百多万的车 好多的一些基础配置 还是并不特别全 OK 我们这个座椅是调好的 这副驾屏也得花点钱 但是完全没有必要 因为实现不了什么太多的功能 然后到这边主驾屏 你在这个主驾屏上 能用的俩功能 一个是设置 再有一个就是carplay 因为为什么保时捷的车机 你看看这个 这是啥 朋友们 这是啥 妈呀 你这是啥 你这是上古的地图吗 你也没法登录自己的东西 也没法做各种各样的 均衡各种各样的 这个就是完全自己的一个导航系统 它没有开源 给别人的系统能引进进来 那有啥用啊 所以说这套车机啊 你也就是用个设置 用个carplay 上来 直接你苹果手机就连上了 它就变成carplay 就完事了 你就别关心这套车机里面 有什么样的功能了 这块是换挡的挡杆 跟我夫人那个台看是一个逻辑在这 其实还是挺顺手的啊 这都不能算怀挡 但是确实不占用整个的中控面板的 其他的空间 然后左边是保时捷万古的比较经典的 这边的上车的开关 但是搁在如今的年代 新能源的车就完全可以不要开关了 对吧 就上车直接就上电就走人了 方向盘啊 这个样式也有几代车型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样式的 几款车啊 不是几代车 几款车都是这个样式的 皮子绷着的非常紧 但是海绵有点太单薄了 所以说这摸的手感轻微有一点点的硬 另外呢 它这块是一个 呃 它是让你这么握着的 就是不是这么握着的 它让你这么握 所以这块是一个凹陷 在6点9点的位置 你这么着握呢 时间一长就总想着这么着握 但是这么着握的时候呢 因为它这是个小凹陷 所以你就会觉得手里面 这个手掌空空落落的感觉 就并不是那么的舒服 就这块 这是一个小小的使用起来的 我认为的小瑕疵啊 整个的这个车机里面啊 如果这个界面 我觉得放在几年前 算是一个比较精致 比较有科技感 比较淡雅 就是北欧性冷淡风格的 这一套内饰的风格 但是放在如今来看的话 这套内饰就属于是中规中矩的水平 没有什么太出格 太出位 让人印象比较深刻的 尤其这个大连屏 个的如今也已经不是很震撼了 另外的使用方面呢 有几点啊 咱们从上往下看 这个呢 是深色的顶棚 让这个车 哪怕是这边有大天窗的话 整体这个风格 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的压抑 在整个的这个视觉的部分 如果能弄成浅色的会更好 那我关心一下 女孩比较关心的这个化妆镜 哦 你看这个化妆镜 它是不是少点东西啊 这里面是两颗高亮的LED点 就是直接射我眼睛在刺眼 这块的化妆镜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既然定位 女孩开的更多的话 应该把这块作为 对吧 化妆镜版的上下或者左右 做这种 类似于美光眼神灯的 补光灯会更好 你搁这俩 这个叫啥呀 这是两个小灯泡的 高光点搁在这 这个就不太好了 做的不太讲 然后整个中控的这个东西 也已经聊过了 主副驾的座椅机翼是标配 这个还是挺好的 因为有的时候你上车 你或者你夫人开车的话 就直接调一下 副驾的座椅机翼也是一个偏 刚需类的配置 尤其是你的副驾坐过人的话 对吧 调整了座椅 你直接按一下还原一或者二的话 就避免你媳妇找你麻烦吗 你副驾坐人了 所以你只要一旦就还原了 附加座椅机翼还是很重要的 然后咱们在这往这边来看 比较好的一点是 空调出风口是手动的 这个不是说给你搁在车机里面 这么一顿滑了 那还是比较讨厌 另外就是这边的整个的 不着急过两小度 这边的外面的后视镜的调节 也是一个手动的 在这个区域里面 不是搁在那里面的 一顿操作猛如虎吗 然后就是这个车钥匙 简单的一秒钟教学 怎么换键池 我媳妇那天还问我 说没有电了 给这个机械钥匙拔下来 看见没有没有 这是个开盒缝儿啊 看见没有 看见没有朋友们 这就打开了 打开了这边就是那个钥匙电池 就OK了 就这么简单的事 这就直接能换电池了 然后换完电池之后 把这个一盒 这一插回来 搞定了 这个整车的内饰 就是中控方面 我觉得最舒服的两点 就是这个上下车的这个拉手 对于你 就是老人跟孩子 或者是你固定身体的时候 这个拉手的位置 非常的舒服 这个还是挺不错的 再有紧接 就是这个面板了 这个面板的位置呢 就是你一眼看过去 就很精致这个东西 虽然它是有点反着 风挡方面的天光 但是这些按钮的清晰程度 还是很高的 你看这个自动空调 对吧 座椅通风加热 包括这边的温度调节 全是按钮的形式 并且是实体按键的按钮形式 所以要给保时捷的这块 中控面板 大大的一个赞 非常好 我也发现一个 不算问题啊 就是让我很诧异的体验啊 这体验能诧异到什么程度 比如说我这个加热的面板 大家看整体面板啊 看这边上 就是你按按钮 这个面板整体往下动 是一个整体的反馈 吓死我了 我以为给这按坏了呢 你看 这没想到是这样的一个反馈 这从来没在车上见过 整体面板跟着往下动的 这倒是个简单粗暴的玩法 并且是个话题的谈资嘛 但是无论如何 这块面板的清晰程度 包括你按键的反馈 包括实体按键的个数 及你这些的按钮布置的 更直观 瞬间把这个空调彩单 搁在了一级界面 还是这么着开车 手可以进行轻规盲操作的一级界面 这是要大大的表 前面储物盒 这后面也是个储物盒 杯件 点烟器 这都是常规的东西 打开之后 这后面是一个很薄的储物盒 这里割不了啥 你看 这么厚 那这里能割啥呀 割个行驶证也就如此了 这个底下呢 是没有太多的下沉的空间的 对 好 那前排呢 最后一项就是这个座椅的感觉 这个皮子跟海绵啊 稍微有点硬 这皮子跟海绵 就是一点都不软和 虽然它的功能 随着那11万的包 已经多了很多的功能 但是你怎么就不能把皮子 海绵设计软一点呢 就是 你毕竟是给这个年轻小姑娘 小伙开的车 这又不是个运动车型 它虽然调节的项数很多 14项啊 这个那个包裹加紧啊 都没问题 你把座椅调软点 我觉得更适合于这个车的 核心的用户的需求嘛 OK啊 我再调一下这个座椅 好 这是我现在稍微远了 那么一点点啊 这是我现在的一个 最舒服的标准坐姿的状态 我看一下这头枕 头枕近身可调 这个好 这对于我半龙锅来说就不错 你看这我就往后仰了 我给它往前调点 这就舒服了很多 我们现在以这个姿势 进到第二排啊 走 再补充一句 前面那个门板的背件 还是贼大的 挺好 好 我们现在上到第二排 前面是刚才我调好的坐姿 它这个座椅啊 并不是特别厚 就还是比较激烈的 后排还是黑为主 所以一黑的话 整体大家说压抑感 就比想象的要强 比想象的要差 就是 我觉得这个车其实应该是这种 比较透了 比较明快一点的气氛 可能会更好 前面我的标准坐姿 这后面呢是两全 这是多少 两全 咱就让两全两指算吧 可能不到啊 两全一指多 两全两指的这样的一个空间 两全一指多 就算两全两指吧 两全两指的腿部空间 再配合上一个并不是特别大的后备箱 这个近身啊 我觉得这个4米93的车来说 如果做两排 这个后备箱的空间 包括第二排的空间 并不能给一个特别大的 这样的一个结论啊 这个鼻子还是浪费了挺长的长度 然后看一下这个面板 这个面板跟前面一样 都属于是比较精致的 然后核心的功能都是搁在一级了 尤其是这个什么温度啊 包括这个auto的空调的 这个按键都搁在一级了 这还是挺不错的 所以这个前后最重要表现的 就是几块的空调调节屏 很好 底下USB 然后这边是点验器 然后这块是一个储核 烟灰杆吧 这应该是 对 储核集烟灰杆 中间这块是走了个大轴 这个大轴呢 是不可避免的 这个车还是有大轴的 所以它跟一般的新能源车 是不太一样的 后面这车是带隐私玻璃 后面是没有加热的 对 后面不可有加热 这个座椅 中间座椅倒还挺软 但是靠背有点硬 没办法 这靠背是得放下来扶手嘛 对吧 这个 这块扶手是占用了 你这个扶手如果不常用的话 完全可以把这变成一个固定死的 中间座人可能就会更方便 临时应急拉个人嘛 后排座椅跟前面一样 也是相对来说比较硬的 靠背的角度倒是挺合适的 它这块是标配了一个小软枕 所以你的后排 如果这么着睡觉的话 这个角度睡觉还OK啊 我看一下这个后排 后排角度可调 但是我现在已经是最大角度了 这个最大角度 是一般的正常坐姿角度 它在往前调是这样的角度了 那这个角度就没法做人了 所以它就约等于 后排角度不能变得更大的 这种角度 这种角度坐人太直 这就是标准坐人角度 OK 所以属于是一个半不可调的 后排座椅的角度啊 ISUFIX的儿童完全座椅接口啊 这个是比较外露的 这个挺好 直接这么着盖扣开 在这里面就能直接抓上这钩 还是非常非常外显的 不用那么着撇开包皮 去里面找儿童完全座椅接口啊 后排的头部空间啊 这块掏了一个掏了一个上凹 在这个位置 所以呢让我显得没那么压抑 并且我这个视线往前一看的时候 前面是全景天窗 所以这个苦配的溜背的尾巴 对我现在的后排头部空间影响并不是很大 但是对于后排箱的垂直空间 还是有些影响的啊 OK 我们现在上天麦直接开 OK 我们系上安全带 来 我们摄像老师系上安全带了 来 走 大家觉得已经到底有意思吗 没断 没启动发动机 好 走了 电池容量不明 这辆车呢 来的也是几乎没有电的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就体验的是一个溃电状态下 这个车的驾驶感觉 首先第一个感觉啊 这个发动机啊 比我想的深大 这一给油发动机污污的 你听这个声 我大家可能听不清楚啊 哦 这一给油发动机污污的这个声 并且它的开起来的这个 给油这个感觉就是 还是很像是一个油车的 就是 你看 这踩着还得踩挺深才走 它不像是那个 那电车就是前段油门很灵敏 嘎嘎就走了 我这个驾驶模式调的没问题啊 我是 现在是Hybrid Auto的模式 它的电门踩挺深 电门油门踩挺深才走 哎 这个的是很油车的驾驶体感 甚至比很多的油车还要再慢一点点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发动机的冷机的状态 但是现在的体验是这样 咱们一会再随着转几圈 咱们就知道了大概的体感的状态 然后现在我这个车 它现在搁的这个高低软硬 全是中位值的这个阶段 悬架质感还是不错的 尤其是这种中位值软硬的 它还是中位值偏硬的空气悬架 它还不是那种的中位值偏软的 这过过坎的时候还稍微有那么一点点硬 我再给它搁到Sport Plus试一下 这个车一下就低了 悬架就更硬了 咱看看 哇 登登 这个搁在Sport Plus之后 动力变化没啥 但是这个悬架确实让这个车就变辆车一样 像开了一个 就是跑赛道的小车一样的 这样的体感 那我还是给它放回到标准的模式 Hybrid Auto 它这个模式 OK 发动机的声音跟反应比我想的要大一点跟慢一点 但是隔音其他的方面 比如说刚才开起来的风噪 包括轮胎部分的噪音还是挺小的 尤其是风噪 稍微在这快一点 风噪不大 发动机噪音挺大的 虽然发动机噪音刚才高转起来 那个声音还听起来有点美妙 但是我觉得应该隔绝的更好一点 对于我来说还是很重要 因为隔绝的越好 它越像是个纯电的车型 纯电开起来 开惯了 这发动机声音还是挺敏感的 另外我说一下它这个Yuki Hama的轮胎 这个轮胎呢 胎面上有非常多的细碎的横条的这样的纹 这样的纹理呢 有一个优势跟一个劣势 优势是这样的横条的胎面上 这个细碎的花纹啊 可以让它轮胎接地的时候 这个空气迅速的从这个胎面跟沥青之间 由这个缝隙把整个的容易产生胎道 这个破音的这样的一个气泡 给它碾到大个的沟槽里面 因为大个的沟槽里面空气容纳更多 它就可以消除掉这个压在地面上 这个频繁的破音 因为破音其实就是胎道的来源 但是呢 有利就有弊 弊端是什么 是这样的胎面上持续的 很细碎的横条的这样的沟槽的话 会让你的轮胎在磨损的出气的时候 更容易通过这个边缘的位置 带来一些磨损 这些沟槽一旦磨损的 这个边缘有点不整齐的时候 它就会带来几何倍数多的胎造 所以它本来是一个设计降噪的功能 但是当磨损了之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容易升级胎造的功能 那也就是说这个胎在新胎的时候 跟用到中期时候 这个轮胎的胎造差别会很大 这就是优劣势利弊 OK 悬架比我想的稍微硬一点 转向方面还是挺均匀的 因为我没有查到这个车 是否选了后轮转向之类的 但是我看一下它的转向 转向属于是标准水平 它应该没有选后轮转向 这个4米93的车 个头说实话并不是极限的大 如果选了后轮转向的话 整车的转向会比现在更加的灵敏 这个个头车刚才我比较正常的中性转向的话 就不用再选择单独的一个后轮转向的功能了 开起来就属于是正常的水平 我觉得再说一下这套动力总长 它自身的一个特点 因为P2电机的特点 就是我可以通过多变联合器 把电机跟发动机摘开 它就变成了一个纯电行驶 同时我也可以把发动机带上 这样的话就变成了电机跟发动机一起去使劲 但是P2电机是很难实现 说发动机单独使劲的 对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那剩下的传统就是标准的传统汽油的结构了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其他的太多的细节了 最后我觉得给一个小感觉跟小总结 就是搁在100万这个价位区间来说的话 它最大的这个车的精髓 就是两个第一个呢 这是保时捷 那你是有品牌一架的 第二个呢 它是一个Coupé的卡燕 就这种的比较年轻风格的保时捷 还是很得如今的年轻时尚的男孩女孩的喜欢 那在产品的层面来说的话 那你至于说像老牌这种的 德国的这样的车型 这些很多的细节的小拼分做的比较细啊 这个内饰比较中性啊 那这些都不是一个壁垒性的 这么一个优势吗 包括它自身的这个车的驱动形式 P2这个电机啊 包括电池容量 这也都不是一个壁垒型的形式 那保时捷的操控是它的壁垒的一个风格 但是这个操控搁在卡燕的这样的车型上 那也不是它最大的一个壁垒吧 因为毕竟这个车大家的需求操控是第二位的 尤其是这种大的SUV嘛 所以这个车买的还是一个风格 买的是一个品牌 产品 刚才已经带大家了解了这些的细节跟感受 你就可以通过我的聊细节的过程中 如果你对于日常使用更多的关心的话 你就多听听我的节目 如果说这个对于风格跟感受更多的需求的话 那你只要看它这个酷配卡线就好了 就可以买了 好吧 一定到底